明年總統大選 美智庫專家葛萊儀指出 北京不熟悉侯友宜 傾向支持柯文哲 對此惠宇表示 兩岸要在平等尊嚴 友善之下對話與交流 避免誤會降低衝突 而賴清德的YouTube頻道 也公布了他的軍旅生活 暢談軍中的回憶 創造網路的聲量 要拉近喊年輕人的距離 有沒有加五分這件事 有沒有加五分這件事 新美市長惠宇儀 到淡江大學參加大傳系 四十週年細慶 一開口就閒滅火 參加者加五分的傳聞 和大學生面對面參攻年輕票 但美智庫學者葛萊儀稱 北京傾向支持 曾往來過的柯文哲 因為對侯友宜不熟悉 引起關注 柯文哲強調溝通很重要 買賣不成人意在 彼此講清楚底線 希望臺灣是中美溝通的橋樑 不是中美對抗的棋子 民進黨賴清德YT頻道二十五日在更新 回顧軍旅生活 暢談軍中回憶 社群操作創造網路聲量 拉近和年輕人的距離 賴清德在日前附下海誠荒廟參拜 也提及會扛起守護 臺灣重責大陣 責無旁貸守護主權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接著畫面 王金中 張國磅 綜合報導